白色军舰行驶海上 紧压海峡中线 一路向北航行 让附近作业渔船纷纷走壁 近日前澎湖渔民发现中共核潜舰后 20号有一艘中共编号 153西安号飞弹驱逐舰 陷宗澎湖南前海域 会来行的 距离太近了 一个触发不小心就 就很麻烦 跑来这边可能会 插枪走火 再进来那就不好玩了 战事机的大战可能 就很快就爆发 对象海军动作频频 攻击更是持续逼近 国防部也公布 截至22号上午6点 24小时之内 就真获41甲刺攻击 和其扫持攻击 其中三者甲刺攻击 于越中线呈现四面夹台 距离台北市更只有20多海力 我觉得它很严重 20几公里 它不需要用导弹来做攻击 只要用一般普通的炸弹 装上一个小翅膀 就是滑翔炸弹 那一颗非常便宜 就几万块钱 就可以对台湾实施斩首作战 以往只有攻击 现在多了攻击 然后还有海警船 海警船比军舰 对我们威胁性还要更大 军舰又比飞机来讲 严重性要更多 陆方不止大秀 军事肌肉 大毒措施也在升级 发布城之台独 顽固分子一见 情节追踪的可判死刑 偏偏动作 难道是两岸关系 又再恶化了吗 中国大陆这样的做法 某种程度也是想对内 有个交代 对内做大内讯 其实摆出来的台独 会进一步的希望 两岸的关系 能够有缓和的机会 面对大陆文攻武吓 陆委会呼吁国人 深入思考附路必要信 距离原本期盼的 两岸纯暖花开 恐怕还有一大段 熔定路必须打破僵局 这些红尘争的银红采访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